過年囉 吃大餐囉 曾經在浪費食物之後呢 心裡有一點小小輕鬆感覺的人 打圈我看看 這麼多人啊 全球啦 只要減少 百分之二十五的一個食材的浪費 就變成全地球的人 都有食物可以吃囉 如果我們可以更了解 每一種蔬食的成長 是不是我們對食物珍惜的心 就會更強烈呢 蔬菜幼苗對對胖 任務是找出苦瓜 花椰菜和番茄的幼苗 成竹配對 之前好像看過 花椰菜以前好像是長這樣 看過哪一種植物長大的過程 玉米 樹枝葉派風把它吹倒了 種植的過程中 其實農民非常的辛苦 他們要去呵護 花椰菜有幾個味道 富翰 小假精 大三十五的主題 大三十五的主題 8十五的主題